找到一个可以一个人玩的海归汤 这个是汤面 在炎炎的夏日 狗非要出去玩 我就牵着狗出去了 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了一会 我立刻站起离开 走着走着 我看到地上有一个黑色的钱包 我冷汗立刻出来了 心知难逃一死 那我们来调查一下 发生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吧 黑色的钱包和死亡有什么关系 脑子里没法把这两个东西联系起来啊 它是贫血了吗 贫血没有出现 头晕 头晕也没有出现 它是不是有病啊 我问一下啊 答案为否 那它没有特殊的病症 然后刚打了它之后出现了几个字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出现 那我们再补一个人字 哦 出现盲人了 盲人是一个核心因素啊 我们猜到一点核心的词 再猜一个看见 有人的话应该会有看到啊 哦 我大概猜到了 它是不是看到别人杀人了 然后要装盲人啊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继续猜一下 先补一点词啊 把狗给补出来 问一下它有人死了吗 是 啊 真有人死了 那就是看到杀人现场了 搜一个杀 哦 行凶 这个人在行凶 那就是我假装盲人呗 假装我没有看到 集中生智 装成盲人慢慢离开现场 但凶手真的会相信吗 结果我在路上看到黑色钱包了 这个凶手看到我在看钱包 发现我不是真的盲人 导盲犬 再来一个 恰好我的狗是常见的导盲犬品种 下意识 下意识低头看了一下 哎 果然 下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线索啊 低头 低头这个动作 让凶手注意到了 OK 完整的故事大概已经出来了 揭开真相吧 突然意识到盲人是不会低头的 这是凶手的圈套 他发现我们不是盲人 肯定就要来把我们解决掉了 又有题好玩的呀 再来一题吧 下一题 完美实验 这次这个故事稍微有点恐怖 胆小的朋友可以跳过 今天某某老师为我们 布置了一个有趣的小实验 请各位同学美人领 什么东西 回家开动脑筋 明天上课时我们再比一比 最高纪录和最低纪录 差距最大的同学 会得到表扬 我和同桌的小明 一起完成了这个实验 实验结果非常完美 远超其他同学 但我们谁都没有得到表扬 有点恐怖 那可能有人死了吧 有人死了吗 问一下 有人死了吗 答案是是 老师给我们发了一个 什么道具吧 是不是生物老师啊 哦 真是啊 跟死亡有关的 可能就是生物老师啊 小明搜一下小明 啊 不会是我把小明的什么东西弄走了吧 我把小明给 啊 给字没有出现 我把小明推 放 按 手 哦 他的手 再打一个他字 哇 现在词是挺多的 但是整体的故事还没有出来 顶一下实验器皿吗 搜个一 一个 一个什么东西 一分钟 哦 一分钟感觉挺有用的啊 憋气 不会是憋气吧 哦 不是憋气 那怎么回事 最高纪录和最低纪录差距最大的同学 高纪录 低纪录 又和生物有关 又有人死了 先搜个刀子看看 哦 有刀子 哇 好多刀子 他用刀去割什么东西了吗 割 割他的 啊 不会是脉搏的最高纪录吧 脉搏 心跳 啊 不会为了最低纪录 然后让他停止心跳吧 停止 不跳 跳 诶 不对啊 记录 啊 所有核心词都出来了吗 总之就是我用刀把小明杀了嘛 然后就有最高和最低纪录了 最高就是活着的时候 揭开一下真相 哇 这个真相比我想得更加夸张啊 拿刀逼近他的脖子 他的心跳刷新了最高纪录啊 然后把刀扎进去之后 他的最高纪录提高了 然后到完全进入之后小明就死了 然后就变成最低纪录了 我的天哪 给了我们一个听诊器啊好家伙 开动脑筋 这脑筋开的有点过大了吧 用刀具太危险了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 我们再来一题 粉色的牙齿 我发现自己的牙齿变成了粉色 试着用水洗了洗完全洗不掉 感觉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我吃了什么东西吗 吃 有人死吗 问一下 答案是否 有死字但是没有人死亡 粉色不会是牙齿掉了吧 哇 想了半天想不出来 提示一下吧 我 我是一只 我是一头 我不是人啊 呃 我是一头猪 我是一头熊 什么动物的牙齿是粉色的 而且是头 我是牛吗 啊 我大概猜到了 不会是大象吧 哇 真是啊 把自己牙齿弄成粉色 就不会有人为了杀他 去把他的牙齿给拔了 不是 说反了 不会为了他的牙齿去杀他了 猎人 搜个猎人吧 我不会再被偷猎者杀死 不值钱了 失去了价值 所以我的牙齿是怎么变成粉色的 保护者协会吗 哦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吧 哦 动物专家 将我麻醉了之后 把牙齿揽成粉色的了 这样子就不会被偷猎者杀死了 啊 这还是个工艺类的海龟汤呢 挺有玩的呀 这个游戏 没事 猜一题 挺有趣的啊 哦 没有呀